三收盘了 整体来看今天市场评分秋色 一半上涨一半下跌 新老热点轮动的非常好 这主要是由于早上公布的年组数据 首先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五月份的PPI 所谓PPI呢 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大家也知道在今年上半年市场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 这个主线呢 就是周期股加上制造业 货币的贬值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上升 那么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之后呢 导致下游的制造业企业也出现了价格上升 叠加供求影响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半年周期股 以及制造业它的涨幅都比较大 而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话 表现比较好的 主要其中在煤炭钢铁化工化纤 等这些周期股当中 另外一些制造业板块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主要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因为整个五月份的PPI 上涨了9% 相比于预期的8.5% 增长了更多 说明短期产品价格的上升还在持续 所以呢 这些板块的上涨 对冲了前面一段时间 一些热点板块的回调 包括我们看到量酒今天继续回调 包括券商也出现了回调 那这些板块的上涨 就对冲了这些板块的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涨跌户线 还有一个数据呢 就是CPR CPR就是消费品价格 我们很简单的知道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CPR一直出现回落 为什么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猪肉价格大跌 整个猪肉价格的话 占到CPR当中很大的比重 所以它的下跌导致CPR走的比较多 这是年组数据 当然了 这年组数据之后还会有数据 就是涉融数据 那么今天已经是9号了 预计本周的话 涉融数据就有可能会公布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了 在数据还没有公布 我们就要通过财经日历来判断 大概哪一天公布 那么公布它的数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通过整个5月份的采购经济指数来看 这一次的这个涉融数据可能表现为中等 不是特别突出 可能也不是特别差 那么相对应的后面市场的话 可能影响不是很多 叠加端午绝也要宁静了 但相对应的后面时间周期我们也要算进去 因为A股速有过节效应 如果说按到6月14号是端午节的话 那后面可能没几个交易日了 那在这几个交易日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人需要卖股票 期限经过节 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链会有些影响 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两个要素 第一呢是涉融数据要公布了 需要注意 那么这个数据如果比较好的话 相对应后面一段时间市场的话 可能更值得期待 另外还有一个过节效应 那么过节效应的话 在前期的话 我们也要看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因为我们看今天市场的成交量是大幅缩小的 今天两市的成交额八千八百亿 那么第一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跌破九千亿了 八千八百亿的成交量多不多呢 当然不算多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北上资金是参与的 并不是因为北上资金没有参与才这么多成交量 而我们知道今天北上资金实际到了收盘之后的 港交付的最终数据是净流入28亿 那么北上资金这段时间做的气非常漂亮 大家也知道在前天的话 北上资金是流出了40亿 昨天的话流入了三个亿 今天又流入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一些权重板块 包括酿酒等等 那么在前面冲高的时候呢 北上资金减了 那么今天这种情况下 北上资金又进来反反复复 所以说他还是一些聪明钱 我们也要运用这种思维 用这种长期逻辑 如果说指数没有什么大范围的大牛市 快速牛市的话 可能这种震荡格局要更多一点 涨多了跌 跌多了涨 这样的格局下呢 更多的可能还是把握一些波段的机会要更好一点 接着我们再看啊 整个市场的话 今天走出的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局面 可能很多人啊 就在看盘的过程当中都有些犯困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也知道这段时间高考 那么我们以股票市场和这个做学习为主 我们做个比较 如果你是学生 那你想要考到高分的话 你就必须学习 如果不学习的话 你很容易考零分 如果说你学习学得非常好的话 你可以考一百分 但是股票市场不是这样 比如说今天的市场 一半上涨一半下跌 你随便买的话 有一半的概率 你是成功的 也就是说他有个基础打底 什么样的基础打底呢 就是说在股票市场 你就是再不学习 再不怎么样的话 你也不可能考零分 总有一定的概率 你是赚钱的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那同样的 在股票市场 就算你学得再好 你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你不可能考一百分 这都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学习 从以往的走势形态 以及经验科学当中 找出一些规律 来提高自己的胜率 很多人就在想了 我既然提高自己的胜率 我现在就是闭着眼的话 也有五成的概率能赢 我提高能提高到多少呢 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也知道 提高胜率的重要性了 如果说你现在闭着眼买的话 五五分 也就是说五成上涨 五成下跌 那么抛去你中间的交易成本的话 可以说你是亏钱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股票市场 大多数人亏钱的原因 如果说你能做到六成胜率 六成胜率的话 那你就有四成的失败的概率 那相对应的六成胜率 减去四成胜率的话 那实际你做十次当中 有两次是赚钱的 好几页交易成本的话 可能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点几 但是如果说你的胜率再次增高 如果说能够达到七成胜率 那减去剩下的三成的话 那你可以达到十次的话 能有四次 相同的 如果能够达到八成胜率 可能就更高了 其实在股票市场 如果你能够达到七成胜率的话 你就可以跑赢90%的投资者 因为大多数人达不到七成 那这种零和博弈市场当中 其实学习和我们同样的 在学生时代的学习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不是那么明显 需要常年累月的累计 那么才能看到效果 最后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整个指数来看的话 它走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 早盘低开之后快速上冲 上冲到压力位置3600点附近之后 正到回落 非常标准 刚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回落之后呢 尾盘有所翘尾 它就完成了一定的反弹 大家知道昨天尾盘也是拉起来的 拉起来了30分钟KDG走强 所以呢 今天有一个反弹 后面又回落 回落之后呢 尾盘拉伸 那整体来看今天市场的话 还是比较温和的 其中大部分个股它的涨跌幅 都是在上下1%之间 所以呢 整个市场的话看上去 有点磨磨叽叽的 为什么磨磨叽叽的 为什么今天成交量减少呢 第一是节前效应 马上要过节了 第二个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K线图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看整个日线级别的K线图 指数已经在这个位置震荡了11天 大家想象一下11天的时间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大量的筹码 而且这段时间的成交量平均都在1万亿左右 所以这个位置有非常多的筹码 我们昨天就说到了 如果说啊 筹码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赚不到钱 可能很多人不愿意换 如果说啊 亏了一点钱的话 可能很多人也不愿意换 那相对应的 大家都在这个位置等着 等着指数往上涨的时候再卖 很多人现在心里面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涨上去了 我就有机会了 那么跌一点的话 可能还是忍住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 大家交易的欲望并不是很强 那么我们讲到了 关键的支撑位非常重要 那么今天指数这个位置 支撑位还在吗 从整体的走势形态来看 这个支撑今天又算是挺住了 为什么说挺住呢 收盘位置啊 是在这个红色的上方 所以所有的压力就交给明天了 明天指数大概率会选择方向 那相对应的 如果说早盘一开始就往上拉的话 那指数还能够继续走一走 如果开盘就往下砸的话 就需要注意了 如果说开盘一开始就走弱的话 那就是说就是想要跌破这条趋势线 那跌破趋势线之后 后面到底是怎么样呢 可能要等到截后了 如果说真的跌破的话 可能还会有震荡整理的需求 毕竟大部分人都套在这个位置 那么主力会帮助拉伸之后让大家解套吗 如果说真的后面要突破的话 主力可能还会短期的话 会对一些不坚定的筹码进行一部分整理 所以呢 这一点是什么需要注意的 好 我们今天的大盘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再见